儿子死了,死在手术台上,他有先天性肝病,挣扎着好不容易活到四岁,体质勉强达到能做肝脏移植的标准,可我再次醒来时,老婆却说他已经把我的肝脏移植给另一个孩子,他的竹马的儿子,你应该高兴自己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可是,我们的儿子呢,他没等到爸爸的肝脏在绝望与痛苦中死去,而我,马上也要去找儿子了,你说什么? 我以为是自己麻醉劲还没过,老婆苏西轻描淡写说了句,我的肝脏移植给更需要的孩子了。 林川柏,我不会重复第三次,我说我更改手术协议,把肝脏先让给其他小孩了。 你救了一个,孩子应该高兴,刚好可以匹配上。 我呼吸有些急促,苏西,我们的儿子,浩浩怎么办? 他,他不是要调养身体,手术条件达不到,我也没办法啊。 苏西直接不耐烦打断我的话,我嘴巴一片苦涩,刚动过手术,身体现在软绵绵的,精神很差,心脏有种窒息感。 恍惚间,我看到苏西身边有一个光团,是个模糊的人影,好了,我先回去工作,你好好休息吧。 话音刚落,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决绝的背影,我却突然看清了那团人影,因为他说,爸爸,我好疼。 一瞬间,大脑仿佛失去所有知觉,因为这是我的儿子,林浩,是我拼死也想让他活下来的孩子,然而他现在一脸茫然看着我,半透明的身体,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了,剧烈的刺激,让我心脏突然尖锐刺痛,苏息。 你怎么敢?这是你的亲儿子啊? 耳朵隐约听到护士惊呼声,然后是一气混乱的声音,再次看到的是面对面自己苍白的脸,不行了,突发急性心梗,怎么回事? 这位先生刚做过肝脏斋除移植手术。 医生摇头叹息,可惜了,他儿子也没活下来。 一旁的护士目录不忍,这不是来给他儿子做肝脏移植。 这位医生并不是负责林浩病情,也不是他主导,本来是确定的,但是临时他妻子要求更改移植对象,也是个孩子。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竟然没有确认。 医生大怒,当时那位女士态度坚决,而且说她儿子状态还可以再调整下再动手术,所以,糊涂啊。 护士欲言又止,我手中多了一个柔软的触感,爸爸,你拉着我,我就不疼了。 低头看去,是我那个刚满四岁,却懂事得让人心疼的浩浩,我突然庆幸,因为我跟上了儿子的脚步,所以他不是孤单一个人。 爸爸,为什么我们身体可以看到对面的东西啊? 爸爸,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不是你吗? 爸爸,林浩性子活泼。 不停问我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有了超能力。 浩浩和爸爸在一起当超人好不好? 我们的能力是隐身,别人看不到我们。 我轻抚着林浩的头顶,柔软的发丝,让我忍不住眼眶通红。 他还这么小,他分明是有机会活下去的。 护士和医生的对话中,我知道是林浩准备接受手术,但是迟迟没有等到肝脏,所以没撑住,突发性的,极度痛苦中死去。 因为他亲妈,剥夺了他活下去的权利,苏西赋予他生命,也亲手断了他的活路。 医院联系了我的紧急联系人。 父亲林军,我母亲早早去世,是父亲含心如苦养我长大。 他只是个寡言的男人,在我印象里,永远是板着脸,生人无尽的样子。 唯有我带浩浩回去,父亲脸上才会露出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疼爱。 由于体弱加上肝脏问题,浩浩在医院里没少折腾。 虽然我的肝脏完全可以匹配,但是正如苏西所说,浩浩因为体质问题,一直没有达到手术条件,就拖了一段时间。 我精心调养下,总算可以进行手术,现在都已经太晚了,父亲赶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去世。 我不自主拉紧浩浩的小手,看着父亲面对一大一小两具尸体,颓然呆滞的模样,心如刀割,儿子不孝。 同一天让他失去最亲的人,过了很久很久,一旁的护士和医生也不忍打扰,直到父亲僵硬地,努力地扯开嘴角问需要办理手续。 我看到他亲自的时候,那双沉稳的手颤如蝶翼,这得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努力维持住没有崩溃。 爸爸,爷爷他看起来很伤心。 浩浩正开我的手扑向父亲,然而他直接穿透父亲的身体,小小的脸上,看着我的目光满是疑问,似乎在问为什么一向最喜欢他的爷爷他抱不到。 我痛苦地捂着眼睛,心脏像是快要被挤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父亲一手操办了我和浩浩所有的身后事,在此期间,苏西一次都没回来过。 哪怕是过来看看刚做了肝脏手术的我,川柏,你和浩浩同一天走的,现在应该和他在一起吧。 两个同款骨灰坛放在一起,父亲动作轻柔擦拭着坛子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爷爷,我和爸爸在一起呢,浩浩努力在我父亲眼前挥手,这样也好,不然浩浩一个人会害怕。 父亲重重叹气,短短几日,头发几乎全白了,爸爸。 我不想当超人,能不能不要隐身这个超能力啊? 我想和爷爷玩,我想让他看到我。 稚嫩的铜音让我万简穿心,我也想,可是我不能,浩浩乖, 我们拥有的这个能力,会持续一段时间,爸爸陪着你。 我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状态,父亲掏出手机,试图联系苏西,可惜打不通。 也并不是打不通,苏西拉黑了我父亲的所有联系方式, 只因为我父亲说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而起因是因为苏西把当时年仅两岁的浩浩一个人留在家里, 她自己不知所踪,还好那天我父亲突发奇想, 过去准备给浩浩一个惊喜,才发现孩子一个人在家。 那时候浩浩哭到力竭抽搐着,而我刚出差, 父亲打电话过来,说她把浩浩接回去了。 苏西不配为人母,我听完经过,火速赶回去, 再次见到的是苏西指着父亲鼻子, 骂为什么弄坏家里的门锁,没错。 父亲是找人直接把门锁弄坏进去的, 因为他听到浩浩在里面撕心裂肺哭, 而苏西改了门锁密码,父亲进不去, 当即我和苏西引发剧烈争吵,怎么? 父子两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女人。 我记得苏西当时一脸怨恨, 父亲气得直接把浩浩带走,真的不再过来。 那一次,我和苏西彻底陷入冷战, 我拼尽自己所有能力给她创造的家庭, 她是如牢笼,那我放她自由行不行? 可惜那时,手机接到主治医生电话说, 浩浩身体需要精心调养,才能接受移植手术。 比起和苏西争吵,儿子的肝脏移植手术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想来,或许当时直接跟她断了关系, 把浩浩带在自己身边,或许事情不会发展成这样, 父亲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无果, 目光已经开始冷凝,穿白, 当初我不该松口让你和苏西在一起, 这次,想必也不用通知她你们父子俩的事了。 然后我看着父亲连夜把房子挂了中介, 短短两天就直接卖掉房子, 带着我和浩浩的骨灰一纸机票回了老家, 苏西从来没有去过我的老家, 因为她根本不关心我来自哪里。 我只需要听话的当一个透明人就行, 架不住浩浩炒桌想找妈妈, 我只能带着她回家, 孩子到现在还惦记自己的妈妈, 她对死亡没有概念, 哪怕苏西对她感情淡薄, 在孩子眼里妈妈永远是不可替代的, 家里凌乱很多, 但是多了很多小孩子的东西, 几套新衣服, 新玩具, 还有小零食, 苏西是给浩浩准备的, 毕竟以前都是我一手带打浩浩, 苏西参与的次数趋之可数, 她只是把浩浩生下来, 然后撒手不管, 甚至因为婴儿时期的浩浩会哭闹, 甚至出去住酒店也不愿回家。 我那时候想过, 这样的家庭有意思吗? 但是浩浩周岁的时候, 她突然拿了很多抓粥的东西回来, 让我又产生错觉, 苏西她还是爱孩子的, 可能她第一次当妈妈, 所以进入角色的时间慢了些, 妈妈不在家, 我想妈妈, 桌上的玩具我可以玩吗? 爸爸, 浩浩盯着桌子上的小飞机玩具, 双眼发亮, 我握紧拳头, 她碰不到, 她玩不了, 因为我的儿子, 她死了呀。 嗯, 小军怎么样了? 移植排异现象没有吧? 苏西回来了, 手机视频那头是一个男人, 我脸色阴沉无比。 我认识, 朱燕宁, 苏西的竹马, 当初抛弃苏西出过留学的人, 挺顺利的, 你呢? 刚下班, 明天休息吗? 要不要来医院看看儿子? 儿子, 谁的儿子? 我这才意识到, 刚才两个人说的是一致排异, 所以, 我买了玩具和衣服, 还有些小零食, 回头看看哪些小军可以吃, 临川白也算做了件好事。 起码小军肝脏手术成功了, 我极力想否认自己大脑中闪过的这个可能, 然而苏西的话给我当头中击, 他拿我的肝脏救了他竹马的儿子, 这时你也不和他商量下, 你儿子不也等着肝脏移植吗? 朱燕宁脸色有些奇怪, 别提了, 林浩天生病秧子, 估计上次手术肯定也没做成, 还不如先给小军用了。 苏西皱着眉, 这过去好几天了, 你不去看看他。 朱燕宁把一个小男孩的脸拍给苏西看, 胖乎乎的, 相反林浩小脸尖尖, 瘦巴巴的样子形成反差, 我心中怨气更剩一分, 如果可以, 我现在就想直接掐死苏西, 然后把属于我的肝脏 从那个小孩身体里扯出来。 他凭什么用我的肝脏? 他凭什么踩在我和我儿子的尸体上活下来, 就因为他是个孩子? 不, 就是因为是朱燕宁的孩子, 所以他不配, 你儿子呢? 这几天没见你说起他。 朱燕宁语气温柔, 估计是那老不死的接回去了, 弄走也好, 老让我抱, 让我陪他玩, 烦死了, 我最讨厌小孩。 苏西很不耐烦。 我呆呆地看着桌子上的孩子衣服玩具零食, 他说最讨厌小孩, 只是因为这个小孩不是朱燕宁的爸爸, 妈妈, 妈妈是不是很不喜欢我? 林浩抓着我的裤腿, 一脸失落, 我平时已经尽可能多陪着他, 但是爸爸的角色, 永远代替不了妈妈在孩子心里的角色, 哪怕苏西对他爱答不理, 林浩还是小心翼翼, 想留在苏西身边, 他还这么小, 可就要照顾苏西的情绪, 我突然觉得自己做人太失败, 为什么我非要觉得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很重要的? 现在突然觉得, 如果没有苏西的存在, 我和林浩会不会过得更好? 这只是我自私, 毕竟我爱他, 从大学第一眼就喜欢他, 二年三年, 最终在朱燕宁抛弃他远走他国, 使我才敢把自己的心意怯生生露出来, 苏西肯定不知道他松口答应当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当天晚上兴奋地绕操场跑了三十圈, 后来的结婚水到渠成, 孩子很可爱啊, 而且和小军同一天生日多好。 朱燕宁这句话让我如坠冰枯, 因为浩浩是苏西强烈要求提前剖妇产, 距离预产期整整提前一个半月。 所以他的内脏留下一些先天性隐患, 浩浩是被迫提前降生的, 如今答案找到了, 苏西, 没想到你能爱恋朱燕宁到这个地步, 你拿亲生儿子当什么了? 我突然怀疑, 之前突然答应我的求婚是不是也有原因, 甚至他答应当我女朋友也是另有所图, 细思极恐, 在一起这五年来, 或许我一直被当成朱燕宁在国内的替身, 苏西在营造一个假象和朱燕宁的结婚生子的生活, 好恶心。 好下见, 轻拍着浩浩单薄的脊背, 我心如油肩, 孩子是无辜的, 我没想到苏西能不迟到如此地步, 我为了她做了所有, 本以为她有所改变, 毕竟苏西愿意生孩子,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决定, 孕育新生命是很辛苦的, 随她怀孕后, 我几乎当起全职主夫, 生怕她哪里不舒心, 每次产检, 每次需要的注意点, 我都认真记下, 满足她提出的各种需求, 哪怕是暴雨天, 让我从城东跑到城西, 只为吃一口那王纪小馄饨, 亦或是说, 走累了我直接蹲在地上, 荡她的人形板凳, 只要她舒服, 我能放下自己所有的, 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同一天生日又怎么样, 她和小军没法比, 苏西摇着头, 我捂住林浩的耳朵, 不想让她听到, 来自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嫌弃, 可是林浩听到了, 我动作慢了几分, 爸爸, 那个小朋友, 才是妈妈喜欢的样子吗? 那我吃胖点, 是不是妈妈也能喜欢我了? 到时候, 妈妈也会买新玩具和衣服给我吗? 我只要一个玩具和一套衣服就行, 林浩眼巴巴看着桌子上的物品, 我忍不住狠狠抽了自己眼光, 对不起, 我对不起儿子, 爸爸, 你疼不疼? 不要打脸, 打脸好疼的, 林浩下意识摸摸她那没挤两肉的脸蛋, 浩浩, 你和爸爸说, 你的小脸蛋被谁打过吗?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选, 那个小朋友, 妈妈带我去见过, 他打脸很疼, 林浩支支吾吾半天才小声说出, 我死死盯着苏西, 他竟然有脸带着浩浩去找朱燕宁的儿子玩, 还纵容那玩意打浩浩的脸, 因为妈妈是第一次说带我去游乐园, 对不起, 爸爸, 我真的很想和妈妈一起去。 林浩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 让我心痛不已, 可是那个小朋友很不礼貌, 他突然就打我脸, 妈妈让我听话, 说那个小朋友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突然就不想在游乐园玩了, 听着儿子委屈的声音,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爸爸这件事? 我的孩子自己都舍不得下手, 平白无故被别人欺负, 关键是这个亲妈竟然无动于衷,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心死了, 苏西是完全不在乎我和林浩啊, 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伤害我们两个, 是吃准了我们对她的包容吗? 不管她对我如何, 我都能忍受, 可是我无法忍受她对浩浩如此侮辱, 爸爸每天都很累, 我说了你和妈妈肯定会吵起来的。 林浩摇头, 所以这个小人把这件事憋在自己心里, 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抑郁, 他明明已经很听话, 已经很乖很乖, 以后有什么直接和爸爸说出来, 我和你是最好的朋友, 朋友之间是不会有秘密的。 把小小的身躯搂在怀里, 看向苏西的眼神不再充满爱意, 我的爱意文不值, 甚至对于苏西来说是累赘吧。 既然如此, 那我不爱了, 我有更重要的人等着我的感情, 听着两人打视频, 从来不知道苏西原来能说这么多话, 和我相处她永远惜字如今, 我本以为她性子便是如此, 原来自己只是一个小丑, 所以她懒得在我身上浪费唇舌, 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变成了她第一人选的替身, 是答应当我女朋友的那天吗? 我没想到你会和林川柏结婚, 真挺意外的。 朱燕宁突然提到这个事, 当初分手迫不得已, 你知道我爸妈对我特别严厉, 突然出国我手机都被换了, 压根没法联系以前的人, 再次知道你消息的时候, 是你同意当林川柏的女朋友, 那时候我刚订婚,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林川柏也结婚了, 虽然挺对不起你的, 不过看你能放下这段感情, 我也放心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苏西啊苏西, 原来你走的每一步, 真的都是朱燕宁的影子, 而我, 就是那个任你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傻逼, 都过去了, 总之, 就这样吧。 苏西突然有些失神, 回神后摆摆手, 然后表示要休息, 两人这才结束视频, 看着苏西坐在椅子上, 他点开和我的微信对话框, 反复打了几行字又删除, 对话框最后的消息, 停留在我和他说, 林浩要动手术的那天, 他没回复, 林浩是不是你爸带走了? 两久, 苏西打出一句话, 我看着身旁的儿子, 是啊, 是我父亲带走的, 不过是孩子的骨灰而已, 怎么不说话? 我这几天比较忙, 所以没去医院看你, 你一个男人, 没必要这么小心眼吧? 我吃笑一声, 忙着干啥, 忙着和老情人见面, 忙着照顾别人的儿子, 我就是心太大了, 所以才会对他毫无保留, 若是知道苏西会变成这样, 还真不如一开始就小心眼, 直接和他离婚, 我带着林浩, 指不定过得更快乐, 算了, 明天我去医院看你。 苏西打下这句话, 这是一种施舍, 可我不需要, 还看什么, 你连我的骨灰都看不到, 我也不需要, 相处这么久, 这颗心都五不热, 我还指望他能有什么改变, 林浩说想睡觉, 他还未意识到自己现在特殊的状态, 我耐心给他哼着睡前去。 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间, 蜷缩在那张小床上, 旁边是一个破旧用胶带粘起来的奇怪玩偶, 看了一回, 才恍然大悟, 这是苏西唯一给他买的一个玩偶小熊, 我记得有一次苏西和我争吵的时候, 他捡烂了这个玩偶, 原来林浩偷偷捡起来了, 甚至还试图复原, 可惜手艺有限, 平时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个玩偶, 想来是林浩藏起来了, 而这次之所以我看到, 那是因为林浩需要做手术那天走得急, 他忘记藏起来, 渴求一份母爱, 真的这么困难吗? 熟睡的林浩, 哪怕是知道自己无法触碰玩偶, 也努力把玩偶圈在自己怀里, 我的心又开始痛了, 第二天果然苏西去了医院, 什么? 是不是弄错了? 没人联系我了? 苏西抓着护士不肯放, 因为护士说我和林浩已经死亡, 也已经有家属办理相关手续, 这么重要的事不会弄错, 女士, 那天我记得您爱人和孩子都在安慰, 安排手术。 是你自己要求更改移植对象的, 但是当天孩子没撑过去, 或许是父子连心, 你爱人也突发状况去世。 护士眼中是不一样的情绪, 带着不满, 带着不屑, 自己老公还子死了快一个星期, 竟然才想起来, 我拉着林浩就站在护士面前, 把苏西所有的神色看在眼里, 看着她脸色渐渐苍白, 然后跌跌撞撞跑出医院, 打了出租车, 直奔我父亲居住的房子, 你谁呀? 有病吧? 大早上跑别人家发什么疯, 疯狂地拍门声, 让里面的人很不爽。 见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 苏西愣了两秒, 下意识就要挤进门, 老公, 老公, 这里有个疯子, 她要闯进我们家了。 那女人尖叫着, 随后一个黑脸壮汉立马出现, 你想干什么? 壮汉声音很雄亮, 苏西后退半步, 看了看门牌号,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她明着眉头, 你来搞笑的吧? 这里我们买的房子, 你说是谁的? 妇女翻着白眼, 买的? 之前是一个男人住的, 她是我公公, 她怎么会卖房子给你们? 苏西一头雾水,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急躁的心情, 人家想卖就卖, 是你公公怎么了? 你这个儿媳妇也不怎么样啊, 卖房子这么大的事, 也没和你说。 快走吧。 真实的讨厌, 死了一大早坏心情。 妇女挥赶苍蝇一样, 让苏西离开, 不死心还想追问的苏西, 被后面那个壮汉, 一眼瞪得闭上嘴, 她下楼掏出手机, 这才想起来, 是自己拉黑了公公的联系方式, 我全程和林浩跟着苏西, 今天林浩出乎意料很安静, 喂? 喂? 爸, 我是苏西, 你在哪? 你知不知道? 喂? 喂? 看来是我爸挂断电话了, 真好, 苏西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了一圈, 结果真的不知道我爸其他的联系方式, 他又冲回家里, 翻箱倒柜, 开始在卧室找东西, 爸爸, 妈妈好像很着急, 林浩眼睛一直跟着苏西移动, 我摸摸他的小脑袋没说话, 找到了。 苏西翻出咒巴巴的信封, 那是什么? 我上前一看, 才发现那是我父亲的笔记, 竟然是手写信, 看落款时间, 竟然是刚结婚那年, 上面父亲写了很多话。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距离距外都在说, 有什么话大家直接说出来, 都是一家人了, 如果我对他不好, 也尽管和他告状, 可惜, 苏西从来没有想过当一家人, 我记得父亲得知自己联系方式被拉黑以后, 沉默很久, 最后还是拍拍我的肩膀说, 以后需要帮忙记得说, 儿媳妇避嫌也是应该的, 他在儿子和儿媳妇的天平上, 退了很大一步, 信件里的确有提到过老家的地址, 不过并不是特别详细, 苏西今天过来吗? 又是朱燕宁, 小军吵着要见你, 拿孩子当借口, 对不起, 我还有点是改天, 改天行吗? 令我意外的是, 苏西拒绝了朱燕宁的邀请, 他甚至笑得很勉强, 尤其是看着对面那个孩子生龙活虎的样子, 我转头看着靠在我身上的林皓, 眼底讥讽快要一出来, 苏西你还在挣扎什么, 是你亲手让浩浩送命的朱燕宁神色失落, 那行, 你先忙, 身体第一, 看你脸色不太好, 不要太累了。 多贴心的男人, 虚寒问暖, 可还不是离婚了, 我知道朱燕宁离婚是在两年前, 偶尔听韩晓说过, 韩晓是我大学室友, 知道那时候我暗恋苏西, 自然也知道朱燕宁的事, 不过我不知道, 原来朱燕宁已经回来这么久了, 想到这段时间, 可能苏西一直和她有联系, 就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我把她当成宝, 她嫌弃我如草, 亏我还妄想, 哪天真的可以让苏西彻底对我展开心扉, 知道了。 苏西第一次先挂断朱燕宁的视频通话, 我挑眉, 有些不解, 毕竟朱燕宁的电话或者是视频, 永远都是她先挂断, 穿摆, 这不是真的对吗? 苏西突然看着我和儿子的方向说话, 我已经…… 苏西可以看到我们, 不过转头看到的是墙上挂着的婚纱照, 笑得很灿烂, 甚至带着几分傻气的我和冷漠脸的苏西, 形成鲜明对比, 奈何当初我沉浸在自己的幸福幻想, 下意识给苏西找借口, 是因为她太紧张, 所以才没笑, 现在看来, 从一开始, 她眼里就没有爱意, 我要去弄个清楚。 苏西捏着信封, 下定决心, 然而还没出门, 被赶来的苏长山一巴掌直接打猛。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为什么庆家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两家缘分到此结束? 才多久没见, 苏西你直接把这个家作散了。 小林人呢? 苏长山是苏西他爸, 和我父亲关系处得还不错, 也知道苏西和我父亲不怎么联系, 所以基本上还是这两人联系更多一些, 至于苏西妈妈良平, 她前几年出车祸下半身瘫痪无法行走, 所以一直以来也和我表达不能帮忙带孩子的愧疚, 这对夫妻都是很好相处的人, 我对他们自然也是真心的。 虽然这颗真心在他们的女儿面前一文不值, 川柏,川柏她死了, 被打猛的苏西直接说出这句话, 苏长山脸色猛然变化, 一旁的良平也白了脸, 胡说。 前段时间她还来看过我和你妈, 苏长山瞪眼, 我去医院了, 医院说她死了, 她死了, 苏西红着眼尖叫, 浩浩呢, 怎么没见她, 她爷爷带去完了, 良平看这么大动静房间, 还是静悄悄的, 林浩这个小开心果竟然没冲出来, 苏西的声音戛然而止, 脸色灰败的更明显, 好好, 她也没了, 我不信, 我要去川柏老家问个清楚。 苏西抓乱自己头发, 又啃着指甲盖, 神经兮兮兮自言自语, 够了, 你瞧瞧, 你像什么样? 我不信你说的, 你带我们一起去。 苏长山压根不相信苏西的话, 真讽刺, 连她的亲生父亲也不相信她, 一行人按着信件地址去寻找, 我和林浩自然也跟着, 小家伙好像是明白了一些, 也知道她和我现在的状态和其他人不一样, 爸爸, 我们这个样子回不去了, 对吗? 再一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 林浩突然很认真说了一句, 我张了张口, 竟然没顺利回答她的问题。 所以我不能和爷爷玩了, 也不能去找外公外婆, 更不能和妈妈在一起了, 对吗? 句句都是刺在我心口的刀子, 我搂着儿子, 沉默已经是我最好的回答, 你们来干什么? 父亲看到三人, 神色冰冷, 身后的供桌上是一大一小的坛子, 还有我母亲的牌位, 老家地方不大, 但是父亲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只不过看起来很心酸, 毕竟唯一的活人只是他自己, 苏西看到两个骨灰潭的时候, 眼眶瞬间红了。 冲过去就要触碰, 被父亲毫不留情挥手拦住, 苏西, 你没脸来见他们父子两个。 父亲面无表情, 眼底是深沉的暗色, 真的是, 真的是穿白和浩子, 好好吗? 苏长山的声音带着颤抖, 而梁平也是一脸苍白, 嗯, 是, 所以还想要什么? 我这条命, 也给你们加行不行。 父亲突然激动起来, 我不忍再看, 苏长山脸色胀的一片通红, 是羞愧, 是愤怒, 还不给我跪下。 咆哮声下的林浩, 直接躲在我身后, 苏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神色呆滞看着供桌。 我不知道, 我以为那天手术没有进行的, 我以为林浩身体还是和之前一样, 需要调养才能手术。 那你问了吗? 医院里, 医生就没和你说明情况。 苏长山咬牙切齿, 苏西脸色扭曲, 她想到了那时, 自己不耐烦打断护士的话, 说出什么意外自己承担, 这个后果, 如今真的出现了, 可是她承担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苏西瘫坐在地上, 重复说这句, 你们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们。 父亲颓然坐在一旁沙发上, 抱着头声音嘶哑。 她消瘦很多, 我无法想象, 这段时间她是怎么度过的, 苏西最后还是没能把我和浩浩的骨灰带走, 或许是我父亲那死寂的眼神令她害怕, 以后就当我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 苏长山推着梁平, 两位长辈面色复杂, 她们两口子怎么也想不到, 前些日子还问她们要不要一起去旅游散心的女婿会这么突然离开, 甚至是和外孙一起走的, 怎么回事? 啊, 你还和这男的有联系? 你要气死我啊! 你妈被害成这样还不够吗? 苏西, 你妈就是被这人害的, 是她罪嫁啊! 苏长山冷不丁看到朱雁宁突然出现, 梁平也是震惊不已, 我一脸诧异, 朱雁宁罪嫁导致苏西的母亲瘫痪。 不, 妈, 爸骗我的对不对? 苏西一脸绝望, 梁平第一次用那种悲凉的目光看着苏西, 当面是她爸妈拉下脸求着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 所以才让她出国。 苏西, 我和你爸提过这事, 你压根没放在心上, 还有, 那天出事, 朱雁宁这个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孩子丢下我跑了。 是川白, 是他救了我。 所以, 得知川白喜欢的人是你, 我竟然很欣慰, 也很感激他。 你终究毁了所有的生活, 不光是你, 你爸和我, 这辈子都浅川白。 梁平低声述说, 苏西神情越来越呆滞, 朱雁宁没想到今天过来会遇到苏西父母拉着小军的手让孩子吃疼, 直到孩子较痛才松开手, 但凡是个男人也不该如此下作。 苏常山目光沉沉, 这个女儿我们就当没生过, 以后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画壁直接带着梁平离开。 爸爸, 外公外婆不要妈妈了。 林浩眼睛有些红, 我看着原地只剩下苏西和朱雁宁父子, 外公可能是太心疼外婆了, 毕竟外婆以前跑步还拿过冠军呢。 我听过一些事, 梁平以前是马拉松运动员, 举办的运动每次都是第一名, 也颇有名气, 可惜除了那次意外, 好几次, 我带着林浩去看望两位的时候, 总是能碰到梁平盯着墙上马拉松成员大合照发呆, 我想, 他是渴望的, 可是现实已经让他没有希望复原。 苏西, 你听我说, 那次, 真的是你做的, 对吗? 苏西带着笑, 眼中确实累, 朱雁宁, 我喜欢你, 不, 我爱你十几年, 从我的青春里, 就是你的影子。 哪怕你大学不告而别, 哪怕得知你订婚的消息, 我都不愿认清现实。 所以, 我找了个笨蛋, 就是川白, 他眼里只有我。 其实我挺残忍的, 我承认一开始把他当成你的替身。 苏西笑着笑着, 突然垂头抽气, 你结婚, 我也和他提议结婚, 我妄想着你会吃醋, 会来阻止我, 可是没有。 听说, 你孩子快出生的时候, 我像个疯子一样, 提前让浩浩出生, 你有的, 我也要有。 这个想法很荒谬。 我静静看着苏西逐渐癫狂, 爱一个人没错, 爱错一个人, 就是大错特错。 你孩子周岁, 我买的抓猪道具, 才发现也是我儿子周岁, 林浩身体很差, 是我太自私, 让他早产, 他分明可以健康到预产期, 再来这个世界。 所以我不敢让自己对孩子太有感情,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母亲,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推开那个小小的身体, 看着他眼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我在想, 别爱妈妈, 妈妈不值得。 苏西惨然一笑, 后来你回来了。 你离婚了, 我竟然觉得本该如此, 毕竟你生来自由, 受不了一点约束, 可我习惯了, 我身边有最疼爱我的老公和听话的孩子, 哪怕我用最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 我想肝脏移植以后, 这辈子就不欠你了, 小时候的救命恩人我也算报答了, 我自己肝脏也可以和林浩匹配的。 我就是想让川柏再等一等, 让林浩可以用我的肝脏。 朱燕宁脸上青红不定, 眼底带着不可置信, 我爱川柏, 我爱我儿子林浩, 可是我被惯坏了, 我下意识就是用最不耐烦的语气说话, 因为我笃定他们会陪着我。 太晚了, 太晚了, 这就是我的报应。 苏西癫狂大笑, 然后突然直勾勾盯着小军, 你想干什么? 朱燕宁把小军护在身后, 穿摆的肝脏在小军身体里, 我和他换换好吗? 用我的肝脏, 我很健康。 苏西疯了, 我捂着林浩的眼睛不让他看, 爸爸, 妈妈他说他爱我。 林浩拉下我的手, 纯真的眼神充满爱意, 可是, 这份爱来得有点晚。 我摇着头, 接下来的事情, 我没想到自己的存在, 原来在苏西心里, 竟然有了一席之地。 苏西和朱燕宁两个人争执间, 小军被尸首推倒在地, 严重脑损伤, 被判定下身不随, 终身无法行走。 朱燕宁得知, 医院诊断星红灼眼, 直接逮着苏西暴揍, 苏西只是尖叫着说和他换一下肝脏, 最后神神叨叨的苏西, 被强行带去精神科, 朱燕宁伺候着他儿子, 一个无法行走, 无法控制大小便的孩子。 仅仅一个月, 医院发现联系不上朱燕宁, 他竟然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医院不管了, 爸爸, 他的爸爸真坏, 你看他都瘦了。 林浩指着一旁盯着窗外发呆的小军。 短短一个月, 那个脸蛋圆鼓鼓的孩子现在销售一大圈, 变得沉默寡言, 苏西的父母只是在确定苏西被诊断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次, 然后苏西被送往精神疗养院, 小军最终还是没撑过去, 肝脏问题复发, 我的肝脏终究也留不住他, 死之前最后一秒, 那孩子说了一句话, 我不要爸爸了。 来年我和林浩, 即日那天, 苏西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探望者, 我和林浩已经飘荡了整整一面。 我父亲竟然去探望了苏西, 爸, 你来了。 苏西现在的样子, 看起来和正常人无疑, 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川柏和浩浩我已经拜托给你爸妈, 好自为之吧。 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 连忙带着林浩跟父亲回去, 只见父亲供桌上我和浩浩的骨灰坛已经不见, 只有母亲一个人的牌位, 欢知让你久等了。 父亲妈撒着牌位, 一脸柔情, 然后我看他额外打理了自己的衣着, 不好。 父亲想干什么? 真好啊, 欢知你托梦给我了。 但是父亲只是躺在摇椅上, 脸上甚至还挂着笑意, 睡着了, 爸爸。 呀, 你看, 是爷爷。 林浩突然晃动我的胳膊, 就好像是眨眼间的事, 我看到父亲身上的光团, 然后一个虚影出现, 心底的悲哀淹没自己, 一个人真的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吗? 所以父亲安排好了一切, 穿摆, 走吧, 和浩浩一起去见见奶奶。 父亲牵起浩浩的小手, 他看到我们两个并没有意外, 是啊, 我们一家, 团聚了, 苏西出院后续, 我在轮回之前, 最后一眼去看了苏西, 这个占据我心脏的女人。 他积极配合治疗, 然后被允许出院回家休养, 第一件事, 回去他找到父母那边, 亲手抚摸了我和林浩的骨灰坛, 然后像有人指引一样, 轻而易举找到了消失已久的朱燕宁, 那个他心中无法代替的竹马, 此刻正谄媚地讨好一个女人, 只要有利可图, 朱燕宁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孩子你不管吗? 苏西身形消瘦, 直勾勾的眼神, 看得令人头皮发麻, 你发什么神经? 朱燕宁尴尴尬的一笑, 试图在女人面前解释, 孩子说她好疼, 她在医院等你很久。 苏西又变成神经兮兮的样子, 肝脏呢? 要移植肝脏的, 时间来不及了, 疯疯癫癫的苏西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啊, 杀人了杀人了, 朱燕宁身边那个女人, 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而苏西手中刀尖, 已经刺入朱燕宁的胸口, 肝脏, 肝脏, 儿子在等着移植, 要快要快, 原来她没有恢复正常, 苏西聪明地把自己伪装成 接受治疗好转的样子, 争取出院。 朱燕宁毫无防备, 苏西得手了, 警察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一个女人疯狂撕裂地上的躯体, 找到了找到了, 浩浩浩浩, 妈妈来了, 带了肝脏, 手中血淋淋的肝脏, 让在场所有人尖叫不已, 这血腥的一幕, 直接令人终生难忘, 我死死握着拳头, 胸膛里的撕裂哈哈缺失感还在, 那不是我的, 也不是浩浩需要的。 苏西,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已经弥补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 儿子很乖, 儿子不需要用这烂人的肝脏, 最后因为精神病发病, 这个案件告一段落。 苏西又回到了精神疗养院, 而我和林浩也奔向新的起点, 在那边有疼爱我的父母, 是疼爱浩浩的爷爷奶奶, 新的人生下一秒即将开启。